各位同胞韭菜难民呢,大家好 现在啊,大量外商啊,开始逃出中国啊 当然那并不是说所有外商都逃出去了 还是有几个在那边赚钱 但大量的逃出中国 这个是事实啊 就以台商作为一个标杆吧 台商逃出中国 投资额只剩下十年前的一半 我记忆中台湾企业 基本是不是说十年前 三四年前就开始撤了吧 另外台湾企业的话 可能去越南 菲律宾,印度 马来西亚可以赚更多的钱嘛 中国经济局势近半年来 剧烈动荡 多个产业 今年遭到整数 还面临房地产破墓 比如恒大 恒大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大规模限电 这也是个问题 共同富裕的问题 共同富裕 简单的说 有人说共同富裕是共同贫穷 错了 共同富裕是你老百姓共同贫穷 韭菜 人家富裕的是党 这实话实说 人家确实是党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 各种高官 各种书记 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 搞不清楚 人家说的不是你的韭菜 人家是镰刀 学者表示 台湾对中国投资的比率 近十年来 从百分之六十二点 六十一点二 降到百分之三 几乎跑 跑掉了一半 显示台商资金呢 正在大举逃出中国 目前留在中国的 可能还会面临杀机取暖的危险 什么叫杀机取暖 因为台商呢 还是有一点高科技的 中国呢 直接把你高科技一偷 一学 哎 那到时候你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想想 民团呢 这个经济民主联合近日举办 台商西进三十年 共同富裕 还是撤退终局啊 然后讲了 对中国的投资啊 等等 台湾中中研研究预言 近日呢 他近年来 台湾青年低薪 买不起房的问题 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他的研究显示 1998年起 台湾大举这个投资中国 大量资本外移的结果 导致台湾本地工厂关闭 劳工失业 青年时代 薪资停滞 两者几乎呈线性相关 从数据结果来看 两岸经济的扩大 可说是造成台湾青年低薪和贫困人口的元凶 简单来说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嘛 包括美国也有这个特征 大量企业到中国到第三次业投资 导致了本地的工厂关闭 两岸投资数据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92年到07年度金时代 台湾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不断上涨 2002年占台湾万流资本的六成以上 第二个时期 08年到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巨浪时期 而从2015年开始 台资整体成不明显外移 退潮时代 2015年开始 跟我感觉差不多 他表示呢 中共国家主席呢 习近平上台后是明显的分水岭 台湾对中国的投资比率 2012年至今已从61%降到33% 相当于回到2000年的借机用人时期 2000年就是李登辉时代吧 部分资金向新南向国家 还有大笔资金投资美国 那就是台积电了 显示台商资金正在大举的逃出中国 不止台商资金逃出中国 目前全球资金的大趋势也在撤出中国 但中共公布的FBI 却有很大的造假嫌疑 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这个人 爆料说呢 过去他在担任世界银行执行长期间 为讨好北京 施压工作人员 提高中国在经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 也就是说毕竟的话联合国还是有就是世界银行啊 这些组织还是有一些公信力的嘛 啊 国外IMF啊等等 然后他提高了中国的经商环境排名 那么外资就会觉得 哎 去中国做成衣蛮好的 中国外资比率被严重高估 假外资太多嘛 呃 当前中国的FDI就是外资比率啊 被严重高估 因为香港的资金也被纳入了中国的FBI FDI 平均占比高达75%到80% 但真相却是中国资金逃到香港 再绕道回到中国后 就可以摇身一变 乘外资享受减税优惠 形成体内循环 也就是说假外资啊 若把香港资金剔除呢 当前中国外资实际上是境外流 肯定是走 不走能行啊 不走全给你共同富裕了 全给你共产了 全把你技术给偷了 偷了你怎么办 也当然 除非你像苹果 苹果科技太先进了 苹果就是 你也偷不了 苹果卖苹果投机给你 你怎么偷 对不对 苹果高科技太高了 谈到台商在中国的处境 过去台商到中国呢 能获得租税减税 土利减免 便宜劳工等优惠 07年之后 中国进入产业升级 很多台商被赶到中西部的内陆地区 台商税收优惠被取消 甚至连社保金 无险一金都要交期 内需市场竞争惨烈 所以连参与中国内需的产业 也在撤退 竞争 中国的内需市场竞争太难了 你这么多企业竞争 你怎么竞争得过 而且全是低价营销 全是那种恶性竞争 假模伪劣太多 你没法弄 你假的太多 我看了也就美国可口可乐 我不知道在中国现在还行不行 中国以前有过好多假的可口可乐 而且我都喝过 它也叫什么可乐 它搞了还是跟你的商标都差不多 你买的时候都有点 看没分清 不注意可能就买到假了 不仅如此呢 台商还面临 红色产业链替代的危机 以两岸三地一千大的企业为例 2007年台商有356家 2017年124家 去年只有108家 基本上你都已经被中国的红色供应链挤出市场 根流台湾企业毛利率比在中台商高 台商也要产业升级 也不能总搞那个什么开个鞋厂啊 开个帽厂啊 总是要跟这些低端劳动力 搞在一块了 台商也要产业升级了 真的因为我记忆中什么皮革厂啊 好多都是台商弄了 就是加工啊 代工啊 各种 所以台商也要产业升级 也得搞品牌 像台积电这种 台积电现在已经是个品牌了 真的 它的芯片 自己就带了一些光环吧 对不对 接着是同样质量 同样价格的芯片 人家买台积电了 台商呢 台商呢 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分成零资产 低于20和高于20% 三类进行分析 在中国零资产台商 1995年到2001年间 平均毛利率 只有3.3% 那证明台商在中国大量都是低端劳动力 低端劳动力那个企业 雇佣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啊 因为它的毛利率太低了 2012年提高到5.7% 而低于20%的企业呢 则从7.4%提升到 11.2% 高于20%的企业 却从5.5%降到4.9% 以台积电为例 台积电属于在中国资产总额低于20%的企业 虽然策略是摆全球布局 但资本员工数 有八成留在台湾 即便工资较高 但毛利率一直维持三成以上 2019年31.9% 反观高于20%的鸿海 虽然拥有超过90万名中国员工 但2019年毛利率只有2.2% 所以说鸿海它真的是个血汗工厂 跟牛台 而且鸿海 它毕竟是个代工 就是纯组装 所以它这个 它是制造业的纯组装 纯组装嘛 所以鸿海它毕竟也不是什么高科技 说实在话 跟牛台湾的企业 毛利率明显高于 在中国的 什么大规模线电 房地产泡沫 中国房地产泡沫将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 大门槛吧 大灾难 因为中国大量的人把钱全存在 全去买房了 而且贷款都去 都因为房贷而引发了大量的这个 经济投资吧 我把它称为就是人生的投资 提前投资了 所以说 中国失业 你能不失业吗 未来失业潮 当然许路人会说 哎呀大政党那这样那怎么办 这党国要不要倒了 只要共产党不倒 共产党官员我告诉你 照样吃香喝辣 韭菜 你活得越来越惨 你共产党官员管你什么死活 你死就死了呗 你死了 把你银行降户的钱给 给没收了 真的 你死就死呗 当官员的有钱 照样吃香喝辣 只要挣权在 就是这样 这就是说 独裁的魅力 权力的诱惑 只要权力还在 你就看看金山胖 就知道了 私人飞机 跑车 什么都有 你要你要 穷的都是韭菜 你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